面粉适量 玉豆50克 白糖适量 好了 我们说一下 我们的玉豆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荷兰豆 荷兰豆呢也分季节 我们这个季节呢 这个豆呢是绿的 到了冬季呢 我们这个豆就是黄的了 因为它就老了 好了 我们首先呢 要把我们提前煮好的玉豆呢 要用我们的打碎机 要给它打碎 打成绒 好了 我们把这个豆呢 倒到机器里 我们给它打碎 好了 少量的加一点点水 好了啊 好了 我们的这个绿豆酥的这个绒 打好了 我们准备呢 从这里边出来 放到一个盆里边 好了 我们起一个盆 把我们这个绒倒出来 好了 下边我们加入面粉 把它混成面团 好 下边 好了我们的面团裹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做成品 做半成品 给它做成球 好了我们现在呢揪好了这么大 我们现在把它揉成球 把火点着 现在我们把我们揪的这个劲儿团成球 我们把这个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的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把我们的玉豆酥 这小球生的生坯放入锅中 我们的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好了我们这个玉豆酥呢 炸到 漂在油面上 就熟了 我们准备一个盘把它捞出来 下边我们把油倒出来 准备呢我们炒糖 好了我们把油倒出去 把锅洗干净放入水 我们熬糖期 把火点着 把白糖倒到水里边 我们要尝尝 好 好 这个 我们说一下 我们现在熬这糖浆 我们熬糖浆一般有说法 我们要是用油熬糖 一般的都是适合拔丝 但是我们要是做这种 小吃类的呢 一般都要用水去熬糖浆 熬的什么程度呢 熬的有点粘稠度 我们就把这成品放进去 给它裹上糖 这个 熬糖浆的重点 我们熬糖浆 首先是大火 我们是大火熬糖浆 看到糖熬糖的时候有大泡 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大火 让它大泡都出去 等它一旦都改成小泡的时候 我们这个糖浆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还有一种看糖方法 就是熬成的时候 我们把它拿起来 它能够落在我们的勺子 或者这个容器上 注意看 它形成丝 你看你拿起来以后 它现在都断掉了 这个不行 什么时候你觉得它要掉 它还在上面还有挂一点 这样的糖浆就熬好了 好了 稍微的再熬一会儿 你看现在开始往上挂了 不掉 注意看这糖 形成丝了 快了 好了 有丝了 好了 我们的糖呢 已经熬到现在有粘稠度了 改成这样了 我们现在 你看 把我们的玉豆到里面 好了 我们开始给它滚糖 注意啊 用小火一直不停地 我们翻它 让所有的糖呢 都滚在这个玉豆的上面 玉豆酥的上面 注意不要大火 大火呢就糊了 我们要小火 这样来回做 来回翻 它那糖一会儿就翻沙了 就都滚在玉豆酥上边了 好了 我们把玉豆酥盛到盘里 好了 好了 我们这道福建小吃 玉豆酥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 清甜香酥 小吃 如果血了